大喊的女子就是竹联邦地虎堂 堂主吳京虎的太太 也是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 白狼张安乐的干女儿李嘉威 她9号时为了大甲妈乱叫 猛力一喊 所有人往前冲 推击警察 副分局长都跌倒受伤 远景受伤 章话地检署要李嘉威 和他先生道案说明 两人没出现 章话远景跨区道嘉义台李嘉威 李嘉威上警车前 还跟他的干爹张安乐拥抱告别 李嘉威和他先生先后被警察 找到带回章话警局 为什么检犯传犯的时候没有道案 我有请假 本署都没有收到两名被告的请假状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已于11日 地检署否认有收到两夫妻的请假状 他们在大甲妈经过张化名声地下道时 涉嫌妨害公务 检察官讯问后 11号晚上分别依15万和20万交保护传 而统促党总裁张安乐 可能涉及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以及妨害公务 因此检警通知他要在12号晚上6点30分 到彰化地检署说明 华氏新闻 树木拉丁峰 谢综艺 彰化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